娱乐至死金钱之上 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 女性到底应该怎么保护自己 试想一下在坐公交车 或是走在大街上 突然被陌生人摸一下 或者被人故意挤压身体 这样的行为都是对女性的不尊重 谁又能接受呢 大多数情况下吃亏的是女生 不说我们日常生活 一些知名女性们也曾遭遇过这些事情 这些女性们默默忍受 而有些女性勇敢站出来霸气还击 当然有不少男明星 在网上为女性受害者发声 那么真正遇到此类事件的男明星们 又是怎么做的呢 当男明星们遇到女明星被骚扰的情况 他们的反应不一 都很值得琢磨与回味 1.华晨宇 即是解救李宇春 在某次录制节目期间 华晨宇 李宇春 吴清风 三位导师正在专心的欣赏台上选手的表演 突然一个身穿黄白条纹短袖的观众 冲上台压住李宇春的肩膀 试图抢吻她 坐在椅子上的李宇春 避无可避 只能仰着身子往后躲 当时她的表情十分惊恐 但观众穷追不舍想要亲吻她 旁边的华晨宇 原本双手抱胸 正在沉浸式观看表演 面对突发情况 她先是一脸莫名其妙 很快就意识到不对劲 立马坐直了身子 拉住该观众的衣领 迅速将对方扯开 事件发生后 台下观众连连惊呼 台上的三名导师都是一脸蒙 华晨宇和吴清风 第一时间到李宇春身边 关心她的情况 在节目录制期间 观众竟然能直接跑上台 骚扰女明星 可见现场保安的失职 幸好华晨宇反应迅速 直接拉开了那名观众 在吴清风的配合下 把对方推下台 李宇春这才没有受到伤害 不得不说 面对这种突发意外 华晨宇的反应真够爷们 许多网友都因为此事 对她颇有好感 为她的勇敢点赞 2.王一博 退半步的动作令人心寒 在芒果台举办的某次直播活动中 迪丽热巴与天天兄弟在台上带货 此时一名男子从台下冲上来 跪在地上向热巴求婚 热巴当场就被吓坏 小小的惊呼了一声 旁边的汪涵发现不对劲 立马上前握住该男子的手 防止他伤害到热巴 并呼喊工作人员上台把他带下去 除了反应最迅速的汪涵之外 台上几位男明星的反应都很有意思 离热巴较远的大张伟 注意到了他的无助 轻轻扶了一下他的胳膊 把他往旁边推 让热巴远离那名男子 一开始手足无措的嘉宾 刘雨宁看了一眼大张伟 配合他隔开了热巴和那名求婚的男子 两人站在热巴身后 仿佛一堵人墙保护着热巴 而人气颇高的流量王一博 面对热巴被骚扰的突发意外时 第一反应竟然不是上前帮忙 而是退后了半步 他的这一动作令不少观众心寒 虽说上前保护热巴并不是王一博的义务 但他作为台上最为年轻力壮的男性 不上前就算了 竟然还后退 感觉是在台上看热闹的 第一反应是最真实的 王一博也因此被不少网友诟病 没担当 从这个场面也能够看出男明星们的素养 汪涵一直是沉稳的老大哥 遇事第一个上前结尾 看上去嘻嘻哈哈的大张伟 遇事一点也不怂 王一博却是让大家意想不到 遇到意外竟然还向后退 三 王家尔 机智为裴朱炫解尾 同样是年轻的流量明星 王一博遇到意外向后躲 王家尔却主动上前机智化解意外 某次韩国晚会上 知名歌手郑珊 女团队长裴朱炫与王家尔 共同担任主持人 在晚会现场 郑珊突然靠近裴朱炫 将胳膊压在他肩膀上 还对着镜头吐舌头 动作十分猥琐 裴朱炫被吓一跳 下意识往后躲了一下 郑珊收回胳膊后 他缩着肩膀尴尬的笑了笑 此时王家尔不在台上 裴朱炫的隐忍和步发作 并没有让郑珊见好就收 在表演歌曲环节 他边唱边靠近裴朱炫 眼见情况不妙 正在台上的王家尔 迅速插进郑珊和裴朱炫之间 他举着话筒 做事要与男方互动 女方也配合着歌曲挥手 成功化解危机 王家尔的这一招非常漂亮 并没有直接针对郑珊 而是借表演过程中的互动 来化解裴朱炫的尴尬 相当极致 4.李家航 解救韩雪 堪称真爷们 李家航解救韩雪的场面 是娱乐圈的名场面 正因为此事 不少网友一直对他颇有好感 在参加新剧发布会时 韩雪李家航等一众主创 正在台上宣传 活动进行的非常顺利 当韩雪正笑着为李家航的发言鼓掌时 一名裸着上半身的男子突然扑向他 韩雪被吓得连连尖叫后退 表情相当惊恐 此时台上的四人都散开 只有李家航反应迅速 直接从后面抱住为所难 用力拉开他 台下的工作人员也火速冲上台 配合李家航擒住了那名裸着上身的男子 事件发生之后 韩雪捂着胸口一脸后怕 似乎还没从刚刚的意外中回过神来 李家航也第一时间到韩雪身边安抚他 这波操作真的要给李家航点个赞 反应相当迅速 不顾危险 冲上去保护女性 真是蠢爷们 5.黄渤 看王若丹被骚扰直接懵了 一向被赞高情商的黄渤 在遇到突发情况时 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某次活动中 黄渤正在台上发言 一名陌生男子上前掏出戒指 跪地向其求婚 并握住黄渤不停拒绝的手 眼看黄渤一脸无奈动作抗拒 站在一旁的黄渤竟然毫无动作 估计也是被此事给弄懵了 不知该如何是好 如果说黄渤毫无动作 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情况 那么看到黄渤极力推开男子时 他就应该能明白过来 王洛丹的抗拒 然而黄渤还是没有上前帮忙 直到台下的几个工作人员反应过来 上台强行带走了 向王洛丹求婚的这位男子 其实黄渤的反应是非常真实的 因为事发突然 没有反应过来是正常的 不过眼看王洛丹拒绝 还不动手帮忙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六 虞书欣被席凶 在场男星视而不见 女明星不仅要面对各种 被骚扰的突发情况 有时候还会被圈内人开游 虞书欣在拍摄综艺 一年级期间 依次与男演员刘瑞南搭戏时 男方从后面搂住他 把手放在他胸上 这么碰巧就放在胸上 让人怎么想都想不通 更何况 当刘瑞南与男扮女装的男生 做同一动作时 他将手放在了对方的胳膊上 区别对待也太明显了 不能不让网友多想 然而在现场参与综艺录制的其他明星们 对刘瑞南的行为视而不见 直到网友发现后才引起热议 当时虞书欣工作室发文表示 只是一段表演而已 虞书欣和刘瑞南是好朋友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也请网友不要传播图片 但这则澄清 却引发了网友的不满 其实宁人不是说保护被骚扰的女生 而是在纵容做猥琐行为的男方 不得不说虞书欣实惨 自己被席凶 在场男星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话 事后还要稀释宁人 也难怪粉丝会为他打抱不平 7.2001年 杨幂、冯绍峰、池帅等众多明星 相聚杭州西湖小镇 为都市时装剧 命运交响曲做宣传 在这部电视剧的发布会上 杨幂遭到了一位投资人的熊抱 当时杨幂坐在台下 身边两侧分别是冯绍峰与池帅 发布会在照常进行着 这种公众场合一般很少出现危险 杨幂身边还有不少的男演员 他自然放下了警惕心 正当杨幂与他人聊天时 突然冲出来一个人 二话不说 双手直接搂住杨幂的肩膀 将杨幂困在自己身前 事发突然 杨幂没来得及反抗 对方对他十分热情 杨幂只能就范 看着杨幂就这样被人抱着 一旁的冯绍峰 只是侧头观看 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 此事被传出才知道 穷暴的杨幂的人 是这部电视剧的投资人之一 因为喜欢杨幂 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面对这样的情况 情商再高的杨幂也无法驾驭 想必当时他的心里也很慌 也不知道该不该推开 因为事情在公共场合下发生 不宜声张 杨幂只能沉默不语 默默地承受投资人的热情 俗话说 细节见人品 夜里女性被骚扰的突发事件时 在场男性下意识的反应 就能够看出个人素养 所以当女明星被骚扰时 帮忙解围的男明星们 自然而然获得了网友的好感和点赞 虽说建议勇为不是责任 但建议勇为值得敬佩 不止明星 不少类似的事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很常见 有时上学放学 上下班等等 各种场合都可能发生这些事情 如果遇到这些事情 女生们不要慌乱 要学会自救 敢于站出来 回顾自己的尊严 让那些不尊重女性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不要因为害怕而选择沉默 沉默才是助长那些人的邪念 作用比事件本身更加的可怕 也许他们日后会更过分 而在女性遭遇危险时 能够勇敢上前帮忙的男性 更值得点赞 你们认为该不该建议勇为呢 好了 这期内容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